这小孩花草啊 草啊 他说他们没有叫谁啊 他说我们快要干死了 求救 他到第二天醒来之后的时候 就很在意 出去到院子看看 果然如此 他父亲照顾他的小花园 树花他都叫 草就不叫 那草就不叫 他就拼命去叫了个草 他父亲骂他 不要去浇草啊 浇草干什么 他也不敢讲 真有 所以他告诉我的手 草木 草木那个林是小孩 树有树神 花有花神 清静彼秋 不踏森草 你尊重他了 你爱护他了 有路 你要不要抄进路 不要去草山走 这个是记得了 实在没有路 要通过了 你也要向他道歉 我没有法子 没有办法 一定要从这通过 要向他道歉 这个是真的 不是假的 所以没有一样东西 没有灵性 那么照理论上讲的说 心静也不例外 为什么呢 它是一个物体 既然是物体 也是心心设备 当然他有这个 有灵性 这个是一定的道理 这个是一定的道理 第二 他曾经尝试 24小时念佛 拜佛 绕佛 但到最后几小时 或下半日 会感到想睡 或支持不到 是否本人 因缘尚未居足 这个不是 这是什么呢 你的习惯 你的习气 每一个人 初学的时候 都有这个关口 你要咬紧牙根 把这个难关突破 就没错 那么一般突破的时候 大概总要两三天 在打佛琪当中 我们可以能够体会到 你看佛琪 头三天很幸福 第四天会好一点 第五天很自在 第五天第六天 第七天就圆满了 是不是 所以功夫很难得理 如果一个七一个七连到 打七个七很少 打七个七很少 头一个七的时候 那是关口要突破 那么有这些情形 拜佛 求佛力加持 这个消除业障 业障消除之后 一切都正常 那我们现在从北方来的同修 有人告诉我 这个 长春 博国新龙寺 常会法寺和比丘尼 听说他已经有 又是四年了 还是四百多天 四百多天 四百多天 没睡觉 那是个念佛道场 在北方 是个很殊胜 很如法的念佛道场 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 彼此都很尊重 他也一度想到这里来看我 也是这么远的路 也很不方便 所以这个关是可以突破的 要有毅力 要有决心 不怕不怕苦 你才突破 突破之后就正常了 所有业切的业障 没有不能突破 所以你要懂得道理 要懂得方法 现在时间到了 是不是到六点了 还有五分钟 还有五分钟 这一位同修 他说 他说 从网络上 知道你每逢星期五 帮人解答问题 所以麻烦你 帮我解答心中疑惑 他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 如果我想和有夫之夫 再结婚 可以吗 他和妻子并不很好 妻子整天带着孩子 半夜才回来 因为和他母亲不和 如果我要和他结婚 他一定要离婚 这样造成的罪业 深不深 不过我们会给 给予经济的帮助 我也不想伤害任何人 不过他妻子并不爱他 我觉得这个事情 还是避免最好 为什么呢 现在这个社会 是乱世 这种事情 在现在社会 是非常非常之痛 夫妻不和 家庭不和 我们最好不要插上一句 不要再造成 他这个不和的影响 佛弟子 我常讲过 在这个世间 一定要做社会的好样 不能做社会的负面的榜样 那我们就错了 所以在这个时 最好是毙命 这一段事情 你不妨呢 多看看 应光大肆的教会 文朝里面 有这些大夫 也有人向这个 老和尚请教过 他说的离很深 很广也说的很远 如果他们自己愿意离婚 是他自己的事情 因为你而离婚 你就有废物 第二个是 以上情形 会不会影响 我往生进土 会影响 这个暂停会影响 其实我们已经拒绝 他三年多了 到我发现自己也被感动 都不知道如何是好 那么这是缘分吗 如何处理 我给你答复 就到此地 要用理智 不要用感情 尤其是想求西方极乐世界 要把这个当作一生当中 第一桩的大事 今天这个世界 今天这个世界太苦了 富贵贫贫贫都苦 我也曾经见到个国家领导人 见到我也受苦 我也见到很多富贵人 拥有亿万家贵的 也苦得不得了 富有富的苦 贵有贵的苦 贫贫也有苦 没有一个人不苦 何必自己还要找苦头吃 为什么不一起放下 放下之后身心自在 你能放下的放给他看 让对方也能放下 你不是彼此都得度了